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财务报表分析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财务报表分析的课程 那在本讲次我们要继续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经营能力分析的部分 我们在上一讲次有跟同学说明了 有关经营能力分析常用的分析工具有三种 第一个当然就是损益表分析 第二个是投资报酬力分析 第三个是资产应用效力分析 在上一讲次的时候我们已经跟同学介绍了损益表分析 跟投资报酬力分析的一些基本观念以后 我们在本讲次我们要继续在跟同学介绍的是 投资报酬力的分析工具还有资产应用效力分析等 那我们首先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 这个投资报酬力分析的这些说明 我们知道说投资报酬力在我们的 投资报酬力分析最主要是说 我们把我们的考量到说我们的获利情形 跟我们所投入的这些资本之间的这些关系能够加以比较 那可评估企业的管理当局的效能 也可以衡量企业的获利能力 也可以来作为企业预测营移规划和控制的这些指标 所以说我们知道说投资报酬力分析 在我们的有关经营能力分析上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项目 那我们在本讲次我们要继续跟同学介绍的是 有关它的投资报酬力分析的方法跟实力 首先我们要来看到是投资报酬力分析 可使用共同比或趋势分析的原理来加以分析 那我们首先跟大家介绍的是有关 这种资产报酬力 那它是表达每一年的资产投入所能获得的报酬有多少 它的计算公式是我们的存益加利息费用 乘以一减税利去除以我们的平均总资产 那在这个公式里面来讲 我们要特别跟同学说明的 第一个当然我们是要讲报酬力 我们是要从它的公司的一个存益开始来算起 但是这个存益的话 我们却必须要把我们的这些利息费用 把它考虑进来 因为利息在我们会计上来讲 它是属于一个费用 但是我们现在在计算报酬力的时候 它确实也是我们的一个获利的一个报酬里面的一项目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利息费用 再从存益里面再加回去 但是在加回去的过程里面 我们还要考虑再做一个调整 把这个利息费用再乘以一减税利 为什么要一减税利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利息的话 是我们一个费用科目的话 它通常来讲是可以在我们报所得税的时候 当成我们是一个节税的一个减项 所以说我们虽然是付出去的利息 但是对我们公司真正的利息的支出的话 却是没有说到权能那么多 因为我们同时利息也帮我们节省了部分的税金 所以我们在考虑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利息费用再乘以一减税利这一部分 那这是有关我们这个存益要加上调整后的利息费用 那至于分母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用这个平均的总资产 因为我们知道说总资产的话 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它是一个十点里面的一个金额 但是我们知道说 不同期初跟期末的资产负债表 可能它的资产总额是会不一样的 那我们到底是该用哪一个十点的总资产呢 那就不一定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简化说 我们就特定的一个十点 当然比较精确的方法 我们是用平均的观念 当然平均也可以 你说期初加期末去除以二 或者是说你把上半年加下半年的 它去平均 或者是按季或按夜 那当然这就是你平均的观念 你如果说是按季的话 你就是把每一季的期末的总资产去相加去除以四 或者是说你如果是按夜的话 你就是把每个夜的资产总额相加以后去除以十二 这是一般我们在计算平均的观念 我们在计算总资产报酬率的时候 我们公式上来讲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 那在这里面来讲 我们假如说 我们如果说是在假设没有利息费用的情形之下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总资产报酬率 再加以做适当的这些变化 它是等于我们的存益去除以我们的总资产 它的公式也可以变成是 存益去除以消货金额 去乘以消货金额 去除以总资产 各位同学你可以从这个两个 这个等式这边的话 这个第一个公式里面 存益去除以消货金额 在那边消货金额去除以总资产 即使两个消货金额分别在分母跟分子 是可以互相去减除 最后的结果跟第一个公式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呢 因为这样子的变化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式它有不同的含义 那它的公式可以等于是 存益力乘以资产周传力 因为第一个存益去除以消货金额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存益力 我们在上一讲次有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存益力的关联 那消货金额去除以总资产的话 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的 是有关资产的应用效率里面的一个资产周转力的关系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总资产报酬力做一个调整了以后 我们可以让它转换变成是一个存益力乘以资产周转力的这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知道说可以知道说在没有利息费用的情形之下 我们的总资产报酬力同时是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个就是看我们的存益力的大小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资产周转力的大小 我们如果说是希望我们的总资产报酬力比较高 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周转力固定的情形之下 我们是可以去尽量让我们的存益力变大一点 我们的总资产报酬力就会大 或者是说如果说我们存益力是固定的情形之下 我们就想办法去让我们的资产的周转力去提高一点 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资产总资产的报酬力 所以说这是公式它的转换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介绍完了总资产类的这些报酬力以外 我们在财务报表分析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会用另外一个观念 是用普通股前翼的报酬力来做我们的投资报酬力分析 为什么要用普通股前翼报酬力来做呢 因为它是代表了企业的资金投入企业的资金所获得的报酬 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企业的资金最主要是从业主前翼他所投入的 所以他们会很在意说他们所获得的报酬有多少 那它的计算公式的话是普通股前翼报酬力 是等于我们的纯翼减掉我们的特别股力去处以平均普通股的股力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普通股的前翼报酬力是纯翼减特别股 去处以普通股的前翼 也等于是我们每股的基本盈以去处以我们的每股账面价值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说这一个纯翼为什么要减掉这一个特别股的股力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是在算的是普通股的前翼 当然是说我们这个纯翼里面一部分是分配给特别股的股力的话 这一部分说并不是普通股股东所享有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减除掉 那分母的部分因为我们是在算的是普通股前翼 所以说我们也是跟刚刚总资产一样 我们可以是按照年底的或起初期末的平均 或者是每季平均或每季平均的方式来计算 那当然这个公式你可以把它转换是变成是 这个纯翼减掉特别股的股力 其实这是我们每股的EPS 就是每股的基本盈以 那普通股的前翼就是我们每股的账面价值 那其中当然这每股的账面价值是普通股前翼减掉特别股前翼去处以 我们普通股流通在外的股数 那这是一个公式的一个计算 我们如果说把它 假设我们在没有利息费用的情形之下 我们普通股的前翼的报酬力 也可以把它做下面的转换 它的基本公式是纯翼去处以普通股前翼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转换变成是纯翼去处以销货金额 再乘以它的公式在乘以销货金额去处以它的总资产 再乘以总资产去处以普通股前翼 这一个的转换的话跟刚刚总资产报酬力一样 我们可以有分别代表它不一样的意涵 那这一个这个存益处以销货金额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存益力 而销货金额去处以总资产的话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是我们的资产周转力 而总资产去处以我们的股通前翼 那是代表的是我们资产跟业主前翼之间关系 那在我们财务报表分析的时候 我们给它一个名词叫做 这一个财务杠杆的比例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等于是前面那两个公式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总资产报酬力去乘以财务杠杆 也就等于我们的普通股前翼的报酬力 那这个公式的转换可以帮助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以就我们取得的资料 我们能够加以分析 而且也可以让我们这个比较有效的 来分析各种的关系这样子 那了解了这个普通股前翼的以后 另外还有一个是长期资本的报酬力 我们可以了解的话 如果说长期债权人跟资金的供应者的报酬力的话 这个会使比例会较其他报酬力更精确 那我们知道说长期资本的报酬力 它是等于存益加利息费用乘以一减税率去除以平均长期负债加平均业主权益 在这个公式里面来讲 这个存益当然是我们的经营成果 那为什么要加回去利息费用 因为我们知道说利息是我们的一个费用 但是在我们计算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它调整回去 所以说它是一个要加回去的项目 但是利息费用的话还是要做一个调整 就是乘以一减税率 因为利息费用有结税的这个作用 那因为分母的话 我们长期资金是包括长期负债跟业主潜益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有关这一个长期资本的报酬力 那我们接着的话 第四个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股票的投资报酬力 因为对一般的投资人 有的他可能不是在乎的是业主 他在乎的是他的股票 那股票的投资报酬力是 每股引以去除以每股市价 也就是说我们的EPS去除以我们的每股市价 那也可以把它换算变成是 1去除以本益比 那本益比是什么呢 本益比就是我们的每股市价最除以每股引以 这个是我们在一般 这个公司是比较适合在一般的股票市场的投资人来讲 他可能比较不会去关心说他的情意多值 他可能会比较关心的是 他直接只有买一张股票 他的报酬跟他买股票的市价是多少 那最后还有一个是有关这个股利的收益力 股利收益力是股票投资人的实质的这个报酬 他的公司是每股的股利去除以每股的市价 因为每股对于买股票的人来讲 他可能不在乎说我到底钱也有 业主钱也有多少 他可能今天买的股票明天就卖 他比较在乎的是我买股票 我实质上所收到的股利有多少 所以我们是用每股股利去跟每股的市价去计算 那这以上是我们有关投资报酬率常用的几个分析工具 分别针对不同的这些使用人 有一些常用的这些分析方法 在刚刚跟同学所介绍的各种的投资报酬率的分析工具里面 以其中的普通股潜意的报酬率 是通常是最为财务报表分析者所重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财务报普通股潜意的投资报酬率 它往往来讲不是只有单纯的在介绍说 股东它的报酬率是多少而已 因为这个公式里面 我们从刚刚这个公式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说 普通股报酬率来讲 它是等于存益去出以普通股的潜意 而且我们可以把它转换为 这个存益出以销货金额乘以 销货金额出以资产总 资产总额再乘以资产总额出以普通股潜意 即使来讲它隐含的意义就是 存益力去乘以资产周转力跟财务杠杆 它对一个企业的影响 而且也是在分析一个企业 它的投资报酬率的时候 往往它是比较全面性的 而且也可以给一个企业支援出来 一个改进或者是说提升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跟同学说明 比如说WJ跟UF公司是两家 普通股报酬率都为6% 而且都没有达到同行的标准 那这个WJ公司的利润为销货的百分之 UF的资产周转率为12 则财务杠杆均为1 那则WJ公司跟UF公司应如何使其普通股潜意增加呢 如果说是在这样子的问题之下 我们来看一下说 这个答案应该是这样子 WJ公司现在的资产周转率是6% 它去除以这个2% 它的这些存益率的话 它是2% 所以说算出来的话是等于3 所以说WJ应该是提高它的资产的周转率 而UF公司的话 它的现在的存益率也是6% 但是它的周转率是12 所以说它的存益率是只有0.5% 所以UF公司它要改善的话 就是要去提高它的存益率 所以说以这个例子来讲 是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 面对公司的话 要怎么样子去提高它的 你可以从存益率或者是资产的周转率 或者是财务杠杆 哪一个方向去提升或改善你的这些效能 而达到你这个投资报酬率提高的这些作用 那以上来讲是有关我们的这一个投资报酬率的这些关系 那我们接着的话要跟同学再继续介绍的是有关资产应用效率的分析 那资产应用效率的分析是什么呢 资产效率的分析是在衡量一个企业使用资产的效能 那个我们知道效能是企业摩取利润的能力 通常都是我们都是以销货的能力来表现 所以说评估资产效能大部分都是在衡量说 它的资产的使用跟它的销货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知道说在资产应用效能的重点 第一个是说我们在衡量资产项目跟销货金额的比较 还有是以销货金额或负债或股东潜意的比较 那第三个的话或者是依企业的背景 来自由应用它的各种的分析比例这样子 那我们了解了这一个资产应用效率的以后 我们接着跟同学介绍说资产应用效能的 它的一些分析的这些方法跟实力 首先我们常用的这些 第一个方法就是有关总资产的周转利 总资产的周转利是等于我们的销货金额 去除以我们的平均总资产 那这一个总资产的话我们知道说 这一个衡量的话是我们说 如果说是同样的使用固定总资产的话 如果说能够是让资产的周转的速度更快一点 那当然这个就是会让你的获利更高一点 也是代表说你资产的使用就比较大 这个所以说我们知道说同样是一个开餐厅的话 如果说能够说让客人在使用每用餐的时候 能够说一次的用餐次数跟两次的话 同样的空间同样的桌子 但是说能够说使用两次的话 它的效能就比只能使用一次的还高很多这样子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我们的收入的话 我们可以是改为它的是用销货金额 去除以我们的平均总资产 当然也可以有的时候是用销货收入 因为有时候进额有时候我们不方便取得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收入来再代替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知道说总资产 当然总资产的内容包含了流动资产 还有地号资产很多 所以我们一般更直接一点 我们是用固定资产的周转力 那固定资产周转力的话 它是销货金额去除以平均固定资产 那平均固定资产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一个有些 比如说像流动资产的话 那可能跟你的周转的比例不少 我们只有强调的是这些厂环设备 或机器设备土地这些固定资产 这些的话通常就占我们的固定资产 占我们资产的总额也比较大 而且这些的话固定资产是我们真正创造 我们收入的一个生产规模的主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如果说能够让我们的固定资产的周转力 能够高一点能够快一点的话 对我们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子 那接着的话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是 第三个就是有关这一个现金周转力 那现金周转力的话它是我们的销货金额 去除以平均现金 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些行业固然 它的主要销货收入是跟固定资产有关 但是有些行业的话 它却是跟它的现金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可以认为说一个企业的话 它有多少的现金所带来的销货金额有多少 这种的话是现金周转力 那除了这个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是股东潜易周转力 那股东潜易周转力就是销货金额 去除以平均股东股潜易 那这一个的话我们知道说 这一个是股东潜易周转力的比例越高 代表的是我们这个股东所投资的潜易的话 它能够说公司帮它应用的更有效 它的营业收入一定更高 它的报酬力也会真的增加 但是过分的应用的话可能也会应用 但是如果这个比例如果太高的话 是代表着说它可能也会 大部分是依赖负债而取得的 那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流动负债的周转力 流动负债周转力的话 它是销货金额去除以平均流动负债 那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分析的工具以后 我们等一下我们再举个实例来跟同学加以说明 在我们跟同学介绍了各种的资产应用效率 分析的这些工具以后 我们想说以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跟大家做一个 举个例子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我们以这个甲公司它的第一年到四年的公司的 检疫财务资料这个资料来看 这个资料里面我们可以很轻易的从公司的 资产负债表跟损益表里面 去得到相关我们所要的这些项目 那这个项目里面第一个是销货金额 我们可以看这家公司它第一年的销货金额是两万五 第二年是三万八千六百 第三年是三万五千四百 第四年是四万 那现金的话是从第一年的一万六千两百七十 到第二年的两万七千九百 那第三年的两万两千 到第四年的两万五千四百七十 固定资产总资产股东颈业跟流动负债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从它的相关的财务报表面 取得这相关的这些资料 那我们取得这些资料了以后 如果说是光只有就这样子的一个绝对值来看 我们可能看不出说这家公司这些数字的话 代表的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那我们如果说是把我们这个数字的话 应用刚才所介绍的各种公司的计算方法 我们可以把刚才的数字转换为成为各种的相关比例 那在这个比例里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说 这个公司的总资产的周转利 就是说它的销货收入去除以它的资产总额 平均资产总额 在第一年的话是这个0.05 第二年的话是0.07 第三年是0.06 第四年也是0.06 而固定资产周转利也是一样 就是销货金额去除以它的平均固定资产的金额 在第一年是0.06 第二年是0.09 第三年是0.08 第四年也是0.08 那现金周转利我们刚才也有销货收入 也有现金的金额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算出现金周转利在第一年是1.54 在第二年是1.38 第三年是1.61 在第四年是1.57 那在股东潜易周转利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第一年算出来的话是0.08 那第二年是0.13 第三年是0.08 第四年是0.1 那流动负债周转利的话 第一年是0.13 第二年是0.14 第三年是0.17 第四年是0.16 那这些很多的这些周转利来讲 其实都是说你把相关所要探讨的这些项目 去跟它的销货收入金额来加以比较 就会得到这些相关的数字 那这些数字的话会比 就会对我们来讲 就会比刚才是只有一个绝对的金额 这个更有效 那我们从这个数字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个公司它的各种的周转利来讲 是有逐年有提升的这些趋势 就是说它的资产的应用效率是有逐年增高的这个趋势 那这一个的话你看这个不论在资产周转利也从0.05 一直都到0.06 那固定资产周转利也是从0.06一直提升到0.08 现金周转利也是从1.54到1.57 股东钱也是从0.08到0.10 负债的周转利也是0.13到0.16 这代表着说它不论在总资产或固定资产 在现金或股东金或流动负债 它这几年下来的话 它每一个单位的话都有所创造出来的销货收入 都有越来越大的周转的这些现象 所以它的代表的是说 它的资产的应用效率是有提升的 那如果说你这样看的话 这是四年长期看来是有提升的 那在这四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应该是以第二年的这个效率是最高的 我们知道说第二年的话 几乎在这五项的周转利里面 第二年都是占最高的数值 所以说就长期来讲它固然是有提升 但是对于这整个四年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尤其是以第二年来讲 它的提升的效果是最大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数字方法 来帮我们衡量说 这个它的这些资产的应用效率的这些分析 那以上我们在这个讲次里面 我们跟同学最主要在介绍的 就是有关企业的一个经营能力分析的一个分析方法 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跟同学介绍说 我们在经营能力分析为什么对我们 财务报表分析很重要呢 因为不论我们是在讲获利能力或者是在讲常债能力 你要有好的获利能力或常债能力 一定都是需要有好的经营能力 你才有可能改善你的获利能力跟常债能力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经营能力的重要性以后 那我们在我们这两个讲次里面 我们跟同学介绍了三种的经营能力的这种分析方法 一个就是损益表分析 一个是投资报酬率分析 一个是资产应用效率分析 那这三个方法的话 其实都各有他们的这些优缺点 尤其是我们来跟同学做这样子的一个回顾 第一个是损益表分析的话 是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一个企业 他在经营的这些状况 他的获利进行 但是他的缺点的话 是他只有考虑他这个获利的这些比例或者是金额 但是他并没有跟他所投入的这些资本 这些资源所加以连结 所以我们有第二种就是说投资报酬率的分析 投资报酬率就是说考虑到说 他的获利状况跟他所需要投入资金的这些大小 加以连结 因为通常来讲我们所考虑的 固然是说你的报酬率 但是如果说你的报酬 如果需要投入太多的资本 那可能也相对也并不是最有效的 那这个是有关投资报酬率 他已经有改善损益表分析 就多考虑 他相对要投入的这些资源的这些问题 那但是这个投资报酬率的话 他还有一个缺点 但是说他没有办法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那他资产的话 除了说投入资产以外 有的时候我们资产并不是说可以让我们无限投入 那有没有其他方法来增加这个资产的这些额度呢 那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同样的资产的情形之下 我们如果能够更有效地应用 那我们也可以达到说扩大我们投入资产的这些资金的这个方法 那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资产更有效 就是说我们如何去衡量我们这些资产 是不是说让它产生更多的销货收入 让它的周转比例能够更高一点 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个资产应用效率分析的这个分析方法 所以说我们在本讲次我们跟大家介绍的三种分析方法 都有各有它的这些考量或者是功能存在 那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谢谢 谢谢